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其实便秘 妇女同胞们应该会特别的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或者这个modern world 时候 有些人会早上感觉突然有便宜要跑去跑厕所 一蹲 就是蹲了一个小时 可是蹲了一个小时怎么都还拉不出来 甚至有些人呢 我后学有一个是在餐馆打工的一个病人 他来找后学是说 口干嘴破口臭 每次这个嘴巴都会破 然后呢 后学就不觉得说这个就单纯的肠胃的问题 我觉得说那您有没有便秘啊 说啊 疑问之下说对 他差不多一个礼拜五天才上一次厕所 甚至平平放臭屁 跟脏气 那吃的这个主要是通便的药 真的差很多 那甚至有肥胖的症状啊 所以说最好是呢 让如果有这些问题 可以找个中医师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 那网路上有人说 便秘的时候要喝 有些人说绝名子啦 有些人说吃什么啦 那今天其实可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吃什么比较适合 你是什么体症 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 让你的排便顺畅 好 那就像后学说的 这个现在呢 肠胃道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大科 我们平常说 西医就有一个专门是肝胆肠胃科 那中医来讲这个肠胃其实是 piece of cake 不论说再难 如果说真的是急症当然是很难 那普遍来讲 中医对于肠胃道呢 这个治疗方式真的是 或者觉得应该是立竿见瘾 一个礼拜或是三天就见效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对这个肠胃道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多去找这个中医去了解一下 那20岁呢 大部分这个疾病都是消化不良 肠肇症 肠肇症上次有讲过 就是便秘呢 拉肚子呢 常常交替出现 我也是到逆流 那30岁的呢 主要都是为这个肠道的便秘说苦 那40岁的呢 就会耗发于胃溃疡啊 然后50岁呢 就是有这个痔疮啊 大肠息肉啊 幽门螺旋管菌啊 那简单来讲呢 便秘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 它其实是一个症状 是多种疾病造成的症状 那你如果认为这个便秘呢 是小毛病 那你可能会因小失大 因为这个是一个提醒 你有这个问题 所以才会有这个症状 所以应该去了解说 为什么要便秘 那像后学在临床上面来讲呢 便秘呢 就会影响到 失眠也会 肠胃到这个胃酸逆流也会 脏气也会 那甚至这个掉头发也会 然后长痘痘也会 长青春痘最多的也都是便秘 那像这个平常临床上面呢 我们知道的像大肠癌 那分辨中呢 就是应该有很多这个 很多东西嘛 我们每天都要吃完饭啊 然后就要排泄嘛 那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有食品 有些家务啊 可能有农药 可能有咬蝦酸 可能有氨基酸 或是腌制品 这些致癌物质 那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上厕所呢 不能通畅 它长期滞留在这个 长年膜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这个毒素呢 就会累积在那个地方 然后变成是 可能会有癌症呢 就像为什么我们人类呢 其实是适合吃素呢 甚至吃这个比较杂粮的动物呢 我们有别于这个 比如说狮子 比如肉食性动物 肉食性动物 它们的大肠呢 都特别短 等于说它们吃完东西呢 应该会是消化非常快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然后马上就排出来了 但是人类不是 因为人类的肠道 除了这个道 为了消化以后呢 到十二指肠 然后十二指肠 全部吸收完呢 再到大肠的 生结肠 生结肠 降结肠 乙重结肠 直肠 有这么长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呢 本来就不是一个 很适合只吃肉的一个动物 如果是只吃肉的动物的话呢 那应该长期 就像后学说的啦 它应该像狮子一样啊 或是肉食性动物很短 所以这个我们呢 吃素真的是对我们身体呢 是比较健康的 那像有些的肝病变呢 也是会 那粪便中存在很多的各种物质啊 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知道肝呢 是排毒的 如果这个大层再度吸收这些毒素呢 会到肝去解毒 那如果说我们一直便秘呢 就像后学说的啦 这些毒素呢 会慢慢慢慢到了肝脏 那肝脏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所以如果说你有B肝啊 甚至死防肝啊 或是你是有这个肝指数 后学在第二堂课就讲了 你去验血的GOT GPT 都特别的高 那你就真的不应该去便秘这个行为 那在日常上面呢 我跟我学生讲的话 就是说治疗肝炎 或是肝炎指数的问题 一定要釜底抽薪 就怎么样 不能让它便秘 这是相辅相成的道理 那溃疡的毒素呢 它有和物质在肝脏中和呢 它会在肝分泌成这个肝脂排泄到这个肠胃道 所以说 甚至也会影响到这个肝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痔瘡啦 其实痔瘡的 应该来讲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 痔瘡是真的很多啦 因为大家都是 尤其现在这个疫情 大家都坐在家里这个上班 或许知道这个人的病人 他就说 他从早上9点开始上课 上到下午 那整个都一直在坐着 久坐呢 就会引起这个我们肛门的这个地方 压迫太久 那没有这个血液循环的话 都会有这个痔瘡 那如果说我们就上厕所呢 因为不通畅 然后呢 因为大肠呢 水分的吸收呢 不太多了 太久了 因为大肠是完全吸收水分的 那它就会变得很干硬 那你上厕所不是就要用力了吗 那用力就会影响到他们周围的黏膜 造成出血啊 肛裂啦 这些 那最严重最严重的痔瘡呢 就是这个楼 我们叫做 会有楼管 那因为今天 现在这个时间 是我们美西这个时间大概要煮饭 那美东呢 可能吃完饭了 后续就不再形容太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虽然这是医学课程 但是也比较影响大家的这个食欲 好 那青春痘也是 后续特别有讲过 后续这个 有几个小病人呢 他们就是年纪轻轻的青春痘的问题 那的确呢 这个青春痘呢 可能如果有加症这个素变 或者说这个便秘的话 哇 真的是合并期一定很严重 只要是通便好的话 就好一半以上 那还有这个气势炎 那这个就不常发生 这部分都是手术过后的肠道补动 还有这个如果说有癌症啊 再放话聊的情情情 如果说这个有便秘的话 当然也是不好啦 好 那简单来讲呢 便秘我们首先来讲 什么叫便秘嘛 如果说有些人就是 我觉得我很通畅啊 两天一次也OK啊 那个是不是便秘呢 好 那你们就可以看一下 后续这个PowerPoint上面写的 然后那你上厕所搭便呢 要非常用力 然后呢 它有点像羊死便呢 一块一块一块的 你感觉上完厕所 哎 怎么 刚刚上完了 怎么好像还可以再去上 突然有病 又可以一天可以上两三次这样子 然后这个有些年纪大的老人呢 这个甚至呢 医生要用手指去把它这个 把它解变 那或者说肛门有直肠呢 有阻塞感 一周呢 大便呢 没有超过三次 这些 如果你符合两种症状以上 就算是一边常见的功能性的便利了 那你就要注意了 好 那有些人呢 就是跟后续说 我一天大两次上厕所 可不可以 可以 上厕所是很好的 那两天一次呢 两天一次 但是如果你有些人 吃的真的很少 像后续有个病人 他吃的真的不多 那大便就平常 解大便就两天一次 那他也没有很用力啊 上厕所正常 那个就不算属于这个 这个便秘的这个问题 好 那也有这个 那个 临床发现呢 如果有子宫肌瘤的妇女呢 我相信 其实子宫肌瘤的妇女很多啦 后续在妇科这个病上面呢 绝大部分都会跟后续说 哎 我有子宫肌瘤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那其实 很多的这个妇女同胞们 都有子宫肌瘤的问题 那后续可能会在 下个月的时候呢 多来重新讲一下这个 妇科的问题 因为这个妇科也是一个大病 好 呃 那 好 在这个子宫子宫肌瘤 长大因素有很多啦 那很多人呢 呃 不知道其实便秘呢 也是影响子宫肌瘤的隐形的帮凶 所以说我们因为长时间久做缺乏运动呢 那在中医来讲呢 呃 这个会典型出现气质血域的体质 那所以疾病呢 就会倾向我们不通畅 哦 当我们骨盆腔跟护盆腔呢 循环出现障碍呢 就是许多疾病的发病的基础 中医来讲嘛 呃 护疏不渡流水不服 那如果说要这个不通则痛 痛则痛则不通 那通则不痛 实际上呢 中医临床表现呢 就是子宫肌瘤 这个妇女常常都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 哈 所以先决了见 哦 对 后来特别想分享一个哈 这个 或者在这个 仁爱医院这个 这时候那个 看的一个病人哈 他 也是年纪轻轻 专门找后学来看子宫肌瘤 那 呃 很开心很开心的是 他呃 用药到现在呢 这个从原本的七公分缩小到四点多公分 哈 那 那是还是很大 但是 的确他刚开始的确会有这个 通病困难的问题哦 那 的确用药之后真的是好了很多 那 中医理论来讲呢 这个脾胃 是 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如果人体气急升降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会影响到 我们的脾 那脾 有着同学 所以妇科的密切的关系 是格格不入的 呃 是相关联的 那所以呢 月有人这个女孩子月经啊 生产啊 然后怀孕啊 甚至这个 我们哺乳有问题呢 都是用血为主 所以如果说我们 呃 肠胃不通畅的话呢 都会引起 呃 相关性的问题哦 好 那 人体呢如何产生分辨呢 那其实大概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右边这个 吐司啦 你看我们有 这个是神结肠 横结肠 乙状结肠 乙状结肠 我们要走 这么多远 那么远那么远 不像这个 狮子一丝就 就掉下来了 我们是要走这么长 所以我们分辨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呢 呃 一直顺着这个口 慢慢慢慢到钢门前进 那 最后这个结肠的部分呢 就是吸收水和电解值 那如果这个吸收水和电解值 受到障碍的话呢 那就是会一直 在那个地方不动 那不动的话 上厕所就会比较困难 好 那平常呢 我们这个吸收电 吸收的话呢 我们水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就算是你这个 呃 我们平常不喝水的话呢 一定也会造成这个便秘的问题 因为我们平常 肠子 我们在这个粪便呢 吸收的水分 大概是1.5公升 1500cc左右 那如果说它过干过硬的话 就会引起它层道的这个 排便的通畅 那也会引起这个某些病人体 那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 呃 感染的这个 比如说祸乱啊 或是疾病啊 或者说这个吃不解的东西 都会拉肚子 那这个拉肚子呢 是帮助把这些 相反的 不是便秘 拉肚子是因为呢 把我们肠胃道这些病菌呢 完全排除掉 人类有个 这个自转的这个机制 就是说 当不是属于自己身体的 呃 的东西的话 他会尽量去排到体外 所以很多人 一开始这个 这个拉肚子 就赶快去吃 呃 纸蟹药 其实是不对的 那后学之前有讲过 就是中医的想法呢 是我们呢 你知道这个房子里面呢 有敌人了 我们要赶快把门打开 然后敲 然后敲落打鼓 希望说哎 赶快赶快你赶快走 我们就得到安全 而不是说止蟹以后呢 哎 我们跟他拼生死 你这个 你 你是细菌 我也跟你 跟你 跟你一起打斗 打到最后 两败俱伤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对中药呢 中医的想法就是说 哎 我们不要乱止蟹 让他呢 赶快清肠 清肠了两三天 全部排干净以后 我们再来把这个肠胃道去补起来 好 那刚刚是说这个如何产生 那这个如何排出呢 那因为要讲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后面会有一个运动 那这个排出呢 是需要一个整体性的 我们从这个 齿骨直肠肌呢 肛门门外的扩跃肌呢 慢慢慢慢慢慢像一个蛇 像那个蛇的蠕动一 这边挤压放松 再挤压 再放松挤压放松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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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的 那整个排便的过程呢 是非常细腻 从这个齿骨直肠器收缩 然后到这个粪便 它这个收缩不会让这个粪便回来嘛 那它有这个收缩力呢 你才有办法是忍住 要不然说有些人 哎 一想上厕所就赶快跑 跑不到了 那不可以嘛 所以我们人体呢 就是哎 有一个皱折 这个皱折呢 会让我们这个可以忍的 这个扩跃筋能忍住 不要让它呢 直接 哇 就 就 大降东西 那 所以 人体的过程中 随着负压的上升 然后骨盆底下下降 然后执伤收缩动作 共同呢 完成这个粪便的排出 所以 很多人会在说 哎 这个蠕动收缩的神经讯号 通常会在这个早上醒来 或是 有些人吃食物 吃进肚子里的时候 哎 就突然觉得想上厕所 那或是有些人 不少朋友在吃完 早餐或喝完水 会想去厕所解放一下 所以如果 当有些人跟你说 哎 我我觉得这个食物不干净 你说为什么 假如你们在吃饭 我觉得这食物不干净 我吃了就想上厕所 那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 你吃的东西都还没有办法 经过消化 怎么可能就是吃的东西直接 直接就想上厕所 应该是不会 大部分都是 上一顿吃起来的问题 错的问题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 哎我这个 为什么肠胃 一直拉肚子啊 或是有这个 颜色怪怪的呢 你要回想你 上一餐吃了什么 而不是说 哎你这一餐吃的东西 应该不是这样 好 那便秘呢 到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了解原因 嘛 不知道原因的话 我们怎么去预防它呢 主要来讲呢 便秘是一种这个 功能性 功能性 我们有分极性跟慢性 极性便秘就是 饮食习惯啊 精神因素造成的 暂时便秘 比如 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呢 你突然这个 减了你的 Carbonate acid 你的碳水化合物啊 你的水分啊 或是这个怀孕月经前呢 都会造成这个便秘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功能性的 慢性呢便秘呢 会比较长期是大肠 肌能异常导致的 看一下 对 比如说这个持缓性的 持缓性的便秘 是因为 呃 刚后学不是说这个 肠子蠕动需要这些 酷约机吗 那肌力不足 或莫少神经障碍 导致肠子运作迟钝 无法 顺利运送 粪便 比如说这个 糖尿病患者啊 他神经莫少 已经 松弛了 就运作 迟钝了 就不行 还有这个 呃有一个特别的病例 叫做 多发性硬化症 因为这个 神经水窍的关系 造成他的这个神经 没有办法 呃 呃 运作的很正常 就会影响到这个 上厕所的问题 还有啦 这个习惯性便秘 习惯性便秘 就是说 诶我分辨往吃尝中 应该会有这个反应 想要排便啊 但是因为你可能因为 我好像不方便啊 我只喜欢到我自己习惯的地方上厕所 像猫猫一样 猫都只喜欢在自己习惯的地方上厕所 外面不敢乱上 那你就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呃 不上 然后就会 呃 让他失去水分 就会慢慢慢慢越难排出 再来就是痉痪性便秘 痉痪性便秘 痉痪性便秘就是这个 结肠运动过于强烈 痉痪 那他 只肠道过载 肯定无法顺利提出 就像我刚刚后学特别讲叫IBS 长肌综合症 长肌造症 啊 他就会常常跟这个腹泻交替发生 好 那功能性便秘这个大概就是 如下我就念过一遍 看看你们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有偏食啊 挑食的人啊 缺乏甚至行为的人会便秘 您常常用这个便秘 呃 常常用这个便秘要 soft store的那个capsule 常常用更的抗药性也会 年纪大呢 因为肠造这个蠕动也变少了 也会 睡眠不足也是个问题 有些人睡眠不足的话 他根本啊 自律神经失调 每次身体都处于这个紧张状态 肠胃就不移动啊 怎么可能会上厕所呢 痔瘡 痔瘡因为他排便疼痛出血 他就哎呀我不敢上厕所 甚至这个高血压 因为高血压的用利尿剂 会让身体缺水 导致粪便便秘 所以有些病人呢 在来找后学的时候呢 他说哎 我这个 原本都不便秘 突然便秘 那他有高血压的病情 要问他 是什么样的药 大部分呢 如果是抗利尿剂的话 会使这个 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 还有或许刚刚讲 长肌造症 自律神经失调 那还有这个药 一些药物副作用 像后学很记得一个 在台湾有一个病人 他是 他应该是摩头 摩胎 就是有那种 两三种一个的那种 他就是 要吃抗优育药 精神病病药 但是他吃这个 是能控制他 没错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 完善的上厕所 所以后学这个 开他的药呢 哇这个很头痛 他从原本呢 或许开三克就可以 就可以正常的 再严重都可以上 他开到六克 你还是得续续吃这个 好 那甲状腺肌能低下也会 甲状腺肌能低下也会 甲状腺肌能低下也会 就是甲低嘛 后学之前应该 有听后学的课都有讲过 甲低就是说什么 你身体的热能不足了 完全蠕动都不动了 也会 因为这个神经 因为糖分的关系呢 造成这个 神经末梢都达到 达不到这个 敏感 所以他糖尿病也会 帕金森施症也会 好 再来第二个是 气质性的便秘 这就不一样 但有别于功能性便秘 气质性便秘 就是真的是 脏器气质性造成的问题 比如说你有 曾经消化到的疾病 内奔病代谢疾病 药物化学品中毒 神经系统疾病 肛门疾病 比如说 有些人 腹腔大肠肛门出现肿瘤了 有慢性发炎 造成肠道 狭窄导致便秘 所以说便秘 你以可大可小 如果说长期这样 还是需要检查的 OK 比如说 直肠和肛门性的病变 结肠病变 还有这个 提肛肌 隔肌 或腹壁无力 内分泌代谢疾病 医原性疾病 但是 这个很少 这个大部分 我们听说是健康的人 如果说 真的去每年有常规检查 之前或许有讲说 比如说大成 你家里有这个大成癌的病史 那过了大部分是过了50岁的 就要去检查 那检查的话你要小心 如果说有伴随便秘的话 你这个叫beware 那就是刚刚讲的 大肠癌之伤癌 大肠息肉 肠梗阻 子宫肌瘤 或者刚刚有特别讲的 卵巢囊肿 这些是这个症状 这些症状呢 伴随的除了便秘以外 还有这些 比如说大肠癌 就会有分辨带血 肛门出血 然后还有便秘的问题 你可能可以考虑是这样 甚至如果说是有恶心呕吐 悟痛 前变了 你可能在看大肠息肉 这些问题 好 这里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叫做bristol stool born scale 你们可以看一看 你们是不是 什么样的上厕所的问题 后学这个很好笑是 后学记得上个礼拜看 第二个病人 那后学就问他说 那你 你可不可以这个 告诉我 你的大便是什么样的颜色形状 他说 蛤 你们这个中医 这么 这么还要特别去看大便啊 我说对啊 如果你能告诉我 你的大便的这个问题 这个颜色 或是他的这个形状 能帮助我诊断 你的肠胃道问题 所以以前 呃 庄仲井有讲这个 我们要 医生要问人的话 要仔细的话 医问寒热 二恨丸 三问头身 四问便 我们最后呢 第四 就要问大便的问题 好 那 大家可以想 例如如果是第一个 啊 排出是颗粒状的 分离性的便 还是第二型 凹凸不平的 还是这个像香肠 但是表面龟的 然后是龟裂的 第四种是表面平滑 像香肠形状的 第五型是快状 边缘光滑的糞便 第六型是这个 边缘粗糙 蓬充糊状的糞便 第七型是糞便成 水状 不容易成型 这里面呢 除了第一型跟第二型的 形状 最有可能是排便 是排出的糞便 那第六第七型是 比较偏向腹瀉造成的 所以第一第二就是 比较可能是 我们这个便秘的造成的 这个大便 可以了解一下 要不然你也不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问题 总之呢一粒一粒的 像阳死边就一定是 肠道有热 要不然就是说 因为这个肠道呢 一直大便在这边 都没办法去消 这部分排便造成的 那比如说呢 第六型 这个边缘粗糙 蓬松糊状的糞便 这个呢 就比较属于像是 脾虚 脾虚屑屑的 脾虚的这个 第六型 第七型 就是说我们的 从医来讲 脾虑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下脚 我们的胃呢 胃火不够好 比如说有些这个 年轻人呢 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摊凉 吃火 吃这个西瓜 吃太凉的东西 他们这个上厕所 就比较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便可以看出 你自己的提醒 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当如果说 当如果说你的这个 上厕所比较属于第六 第七型的 那你可能要多吃一点 这个芳香的 或者是吃比较温热的 把肠胃固好 你可以切几片姜啊 或者说这个小茴香啊 八角啊 这些 让这个肠胃呢 能比较 在吸收水分的效力比较好 不会失去功能 好 好 再来 霍学特别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 副胶感神经兴奋的问题 那有些人呢 现在的就比较多了 以前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问题 有些叫 我们现在就是说 食物神经失调 西医都是说 啊 植物神经失调 那 有些人会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简单来讲呢 就是胶感不胶感的 这个兴奋出现的问题 我霍学记得有讲过 这个胶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是怎样 你要备战状态 比如说霍学要开始讲课了 讲课的时候 我们就要兴奋 这个 孔孔就要变大 然后 肠胃道就不会补动 要不然 霍学这讲到一半就很上厕所 这就是 不对的 那我们平常休息的时候呢 副胶感神经就要兴奋了 所以说 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肠胃就开始蠕动啦 我们开始就想上厕所啦 那 如果说我们有人对于这个 像霍学特别有讲 这个 比如说 瞳孔缩小 减少刺激 促进肝肠原 以出生能源 心跳减慢 血压降低 自细款缩小 以节省不必要的消耗 协助的生殖系统 这些 这些就是副胶感神经的兴奋 就是你在休息 放松的时候了 那如果说你有办法 太紧张 可能在高压之后 你已经不知道 身体的这个神经 没有办法转换的 副胶感神经的这个兴奋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睡不好啦 那其实就是太紧张造成的 太焦虑造成的 太焦虑造成的 你就要注意这个事实是 会很引起我们这个 抵抗力的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放松 好 好 OK 这个是大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缓解的方式 比如说你能 鲑鱼的运动啊 肚子的水困啊 还有这个摄取高纤维的 这个就不用多说 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 好 那中医要怎么说呢 好 那历代呢 这个中医呢 对便秘命名是不一的 皇帝内经最早的时候 生大便难 或是厚不立 他们没有便秘这两个事 《三寒论》中是有阳结、阴结 阳结就是说 长照 太 这个身体太热了 造成阳结 阴结就是 没有力气去排出来 那这个 有一个书叫 蓝氏蜜 这里面 蓝氏蜜肠 朱丹西 朱丹西 心法 这些名医呢 他们才会有个大便造结 这个概念 那真正开始有便秘这两个词 是清代时候呢 从一个 清代的一个医生叫 沈 沈金鳖吧 对 沈金鳖 他的杂病原流 杂病原流吸着的时候呢 还出现有这个便秘这个词 所以中医认为便秘呢 是肠胃燥热 精液耗伤 情治影响 气肌瘀 脑圈内上 年老体弱 气血不足 都会引起上厕所大便的食肠 那有肝的问题 有肺的问题 有脾的问题 有脾的问题 有肾的问题 这四个脏器呢 都会相关的密切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 哎呦 西医讲那么简单 就是大肠的问题 并不是这么 这么 这么一对一这样子 然后中医对这个 上厕所这个 的确有非常厚的 这个研究 好 那 我记得第一堂课 就跟大家讲了这个 我们大肠群的绿线呢 最好的时间是几点 我们是早上五点到七点 早上五点到七点的时候呢 是大肠群卯食的时候呢 所以他上厕所是最佳的时间 其实应该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 嗯 很多人都是早上就上厕所 那后学其实也是一大早起来就上厕所 那 就是保持这个习惯呢 所以后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 脸部的皮肤可能真的比较好一点 痘痘呢 就算有长也很快就 就消失了 所以 尽量呢 我们可以在气血流出的时间 相对的脏子在早上五点到七点的时候 一上厕所起来 这是最没有压力的 那 以中医的角度来讲 排便不顺畅或是解不干净的感觉 需要用靠药物灌肠通便 这些都算是便秘了 那便秘如果你吃软便剂啦 这些呢 其实是 指标不自本 因为体内的内脏 其实呢 还是 用完就还是会便秘的 所以要调整体质才能改善便秘 不是说 只吃药 或是说 只吃 这个软便剂 或是 这个 灌肠 那是不对的 所以呢 大概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中医的便秘 分为三个大类 然后给你们适合的茶饮 因为后学发现这个 这个药物 如果说用中药的话 太强 而且很多没有经验的这个前线 如果说 今天我觉得 郭医师说这个药好 我去买 那如果拉肚子怎么办 或是说你的剂量放不对怎么办 所以后学呢 就不太愿意去把这个 相关的中药的方剂 给大家 但是呢 我把这个茶饮分享给大家 好 第一行 这个便秘呢 是属于肠胃火旺 火旺性便秘 这类型的人呢 就是 就是爱吃烧烤啦 现代人因为这个 纤维食物 因为 摄入的影响 的摄入过少 不像我们这个以前呢 都喜欢吃这个 纤维食物比较多的 还没有太多加工 那这个 这个纤维食品 是入少了吗 它就会减少 肠道蠕动的刺激 是肠道变得比较圆满 那它就没办法 把这个残渣推向脂肠 等于说肠子就不动了 那 一旦分辨滨流过肠 就会被吸收 那这是中医所谓的这个 肠胃火旺性便秘 这类朋友就像上面写的 爱吃烧烤啊 吃炸的啦 吃辣的啊 重口味的啦 在当时又不常喝水 喜欢喝饮料 这个更容易加重 此类型的便秘都会怎么样 大便肝 难上厕所 有痴疮 有便水 有肝裂 腹部呢 还会胀满 按压就停不痛 还有呢 伴随着你下面不通 气肌往上肥腻 那就变成什么 口干 口臭 嘴破 长痘痘 又容易易怒心烦 生热面刺 这些 就是 都是属于是这个肠胃火旺性便秘 那 这个热蜜呢 是这个 大部分是用这个 我们是用通械药房了 那 特学就特别去讲推明 所以这个叫 淡竹叶绝明子茶 写在上面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这个 用绝明子10到15克 淡竹叶10到20克 水1000cc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能量不够的话 可以500cc 500cc都可以 那绝明子 其实如果说在有火旺的情况下 泡一下马上就可以了 水煮10分钟去渣放两张茶以用 也可以适量的 用过滤袋回充 那大部分回充个两次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贵 这个不是很贵 那绝明子茶呢 又绝明子又可以养肝 清肝热 所以是不错的 绝明子润肠通便 那淡竹叶其实很甜 绝明子茶有点苦苦的 些微苦苦 但不是太苦 但淡竹叶就很好的 淡竹叶去味藏火 有助于改善肠味道火旺的症状 那在平常呢 或者用药的话呢 也很推崇这个药 这个蛮好喝的 这个可以来泡 但是相对来讲 吃这个药 喝这个茶呢 就可能要避免 你那个礼拜 就短暂的不要吃重口味的辣 如果说重复的话 那其实有等于没有 还是要回归这个养生 我们把这个吃 我们把这个喝呢 喝了一个礼拜 通便好了 你这些 这个 这个在这段时间 就不要吃肝 或是直接炸的 或是肥肝厚腻的东西 好 第二行这个干预化火型便秘 那主要来讲呢 都是 我们那个 现在 现在我们的科技人 我们现在的压力太大 引起了便秘 工作繁忙啊 有时候出差啊 生活不规律啦 你有便意 因为你是这个公厕 或是在麦当劳太脏 你也不想上厕所啦 你只能回去自己家 才上 有些人呢 出去玩呢 我或许有遇过 出去玩 一个礼拜 可以动不上厕所 好厉害喔 我们说啊 这个 我怎么出去玩 都不用上厕所 没有 我都回家才会赶上 那整整一个礼拜 都不用上厕所 其实这个对职场 压力是很强的 因为你持续这样 它有疲乏 它就缺乏便秘了 那由于平时我们生活 紧张焦虑 工作忙碌 少动 久坐 所以我们身体的契机不畅 我们应该来活动 要活就要动 那 加上那个 你 情绪影响的 那你就会变成 干预化活性的便秘 症状会有什么 就是说这个便秘 那 肛门急迫重罪感 有便呢 也不容易解除 打嗝 脏气 放屁 物脏 浴食 甚至呢 这个两边的邪热呢 还是有这个 有这个痛感 脏痛感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柴湖玫瑰茶饮 那也是一样有绝名子 柴湖玫瑰花 其实玫瑰花是否不够 或者觉得你可以用 玫瑰花不是开了 玫瑰花是玫瑰花包 是还没长开的 那如果没有玫瑰花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我们还没成熟的 还没有成熟的橘子 绿色的那个皮 更厉害 更方便 更好用 然后呢 水1000cc 如果觉得太淡的话 可以减少到500cc 或700cc 哦 哦 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清痞 就是下面讲的 那做法呢 也是水滚了10分钟呢 去扎档玫瑰 回充两次 那 主要来讲呢 这个 太严重的话 可能就不管用 这个属于轻症的话 就可以 那平常中药的话 我们是用什么 木香冰冷碗 溜膜汤这些 那 尽量保持兴趣愉快 减少压力 避免久做 一定要运动 你会发现有运动呢 就不太容易便利 这是真的 好 那第三个 就是这个 气虚寒凝型便利 其实这个要分两个啦 一个是气虚 气虚是年纪大的人气虚 寒凝是 有些人寒凝不见的气虚 但是就放在一起讲 吓发的对象是 比如说这个 平时身体虚弱 年老体现在有病 过床的 脾胃根本不如动 我们常说 久做伤皮 你这个常常坐着不动 这个脾胃就不动 久做也伤肉 那 产后的虚损的妇女 只过那么抑胃症 挑食啦 或是腹部 因为肠沾黏造成的啦 好一种呢 就是 减肥的人不吃煮饭 米饭 不吃碳水化合物 甚至不吃油 哇 那个油 会造成这个 胖 就不吃 只吃 生冷的蔬果 那时间一久呢 就肠胃就虚寒了 导致大肠没有办法蠕动 一怕的便秘 就是气虚寒凝性便秘 临床上面呢 就是大便肝脊一样 有便秘呢 但是 就上不出来 那特别久 没有力量 你甚至上完厕所 觉得 我终于解决了 从上打一场仗一样 不是直接坐下去 马上就生产了 甚至有些人伴随着 免色票 也是很苍白 尾黄 头晕目眩 那一些年纪大的人 甚至没有力 去推动上厕所 反而上个厕所 不要花好久的时间 好久的时间 这类的朋友呢 如果呢 平常吃 尽量不要吃生冷的水果 要吃水果的话呢 都是饭后才吃 那如果说 提前吃 你就很容易脏气 肚子痛 甚至便秘腹泻 这种体质呢 你相对来讲 就是需要动能 让你的肠胃有限能量 所以你可以用点 生姜 生姜也是不错的 中药有个叫 寄穿肩 那个也是蛮好的 那里面的内容呢 叫做肉从容茶饮 肉从容这个东西 后续就特别推崇了 为什么呢 肉从容这个药物呢 中药来讲 它是属于 比较补肾药的 又补肾又软鞭的 所以是蛮好的 那新鲜的肉从容 可以用来泡茶 中药买的也可以 可以用大枣枸杞 为什么 因为身体太虚了 肠胃呢 没有这个 这么的这个 力量 这边没有写 至少还要加个 10片姜片 所以你可以用肉从容 红枣枸杞 姜片 那准备好一壶热水 你是1000cc 如果觉得不够浓的话 改500cc 这边特别有讲 肉从容 补肾液晶 润肠通便 红枣补中调品味 枸杞呢 枝胜明目 可以改变这个 我们的 肠虚弱便秘的症状 所以这叫虚密 大部分都是 血因亏序的便秘 所以有些人 妇女呢 这个因为这个 荆棘 可能来得太久 完了之后呢 也是有这个便秘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食物汤啊 去帮助他 甚至你可以多吃点 黑芝麻 黑木耳 樱桃 葡萄 这个 这些的问题 这个 这个食材 好 特别要讲一个 就是这个 副交感神经 兴奋的饮食法 后学刚刚上面有讲到 其中有一个是 就是 你不知道如何放松 简单讲 白话一点 就是这样的讲 那你可以用什么呢 或许最爱开这个了 其实这个超好吃的 喝起来跟糖水一样 干草20克 小麦100克 大枣 就是 红枣10枚 用堪水 冲条 粉末 去 去泡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要煎的话呢 就放久一点 中药呢 这个叫做干麦大枣汤 有些人 这个晚上呢 尤其是更年轻妇女 晚上说 哇 想想想想 突然就开始哭了 有些人 突然就觉得心情很不好 那 这个 超级好用 那什么呢 因为这个 小麦里面呢 里面有这个 含那个油泛酸 它可以制造乙醇 乙醇可以让这个 植物神经系统的 传导的比较好 所以它会预防植物性神经失调 当然啦 如果你已经被诊断 自律神经失调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呢 可能效果没有这么好 还是要就医的 还是要看这个 还有什么问题 不是单纯这个问题的 这个方法是 蛮好用的 或许用过 在临床上用过几次 真的是 好用 那 蘑菇也可以 蘑菇里面有部分的 黑黑基础 黑色素 对植物神经也起到作用 好 肩上你的神经稳定下来 裙带菜 裙带菜 裙带菜呢 这是因为我们 如果有些钙 摄取不足 不足的话呢 有急躁的话呢 你可以有点裙带菜 其实是这个 菠菜也可以 那 胡萝卜呢 是因为它有维生素A 使用胡萝卜可以使这个 圣皮质基础呢 旺盛 抑制外界精神产生的刺激 你会比较稳定 那 它会改善这个神经失调的症状 好 那 平常饮食呢 可以吃什么 胡萝卜这边就特别写了 木瓜 哇 木瓜很推崇 木瓜 苹果 凤梨 凤梨它酵素 这个酵素是不错的 番茄 黑木耳 这些食物都能帮助排便 但是呢 刚刚胡萝卜特别讲到这个 冷蜜嘛 就是说我们这虚寒便秘的时候 这个呢 就不可以 多吃 要吃的话呢 只有 饭后才能吃 也不要吃太多 那相对来讲 这个冷蜜的人 你可以吃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但是也不能吃太多 甚至可以吃一些这个 茶油 或者接下来才会跟你们讲这个茶油的 这个要怎么吃 那也可以吃优格 泡菜 纳豆 味噌 优酪乳 这些是帮助我们有益生菌 可以增加 这是天然的益生菌 帮助肠内这个益菌改变便秘 那讲到益生菌 哇 这益生菌这个 学问科大人 益生菌呢 有效性呢 就是要看它的菌数 菌数呢 建议是100到300亿的 那里面有什么 因为 有肠道有太多细菌 简单来讲呢 我们肠道呢 有20%是益生菌 or biotic 另外有20%呢 是不好的肠道的细菌 所以放屁炎 很臭 那其他呢 另外六成 就是肠头草 如果你今天身体不好 它就往不好的地方走 它的细菌呢 这个肠道细菌就 那我去找那个 不好的细菌 那如果今天你身体很好的 它就往你这个很好的细菌 所以我们要维持到这个肠道的好菌 那就是很重要了 那这个肠味的好菌呢 最好呢 你如果说你真的是 哎 我有在吃益生菌的话 你可以考虑 看这个氏酸乳感菌啊 鼠里糖乳酸感菌啊 雷特斯B菌啊 比菲德士菌啊 这个产品是比较好的 不是这个名字其他呢 这个菌呢 可能不见得是好的细菌 好的菌 那这右边这两个是后学从这个 Costco这边直接 直接出来的 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呢 其实后学觉得 益生菌其实真的不用去吃 但是如果你有吃个吃这个习惯 你真的尝到益生菌很少的 比如说 后学上 两个礼拜前有个病人是因为 尿路感染 那尿路感染怎么办 那个医生给他很大的antibiotic啊 就是一定要让他这个 所有的细菌都给 给杀掉 因为他那个泌尿感染嘛 哇他吃的好大量哦 吃到后来那个 连那个自己都怕了 那就吃完 那个还是有点问题 那后续就帮了他一把 把它调整一下 那后来就 目前都没问题 之后呢 他就是肠胃道的继生菌 完全就没有了嘛 那肠道就会引起 可能有点便秘或不舒服 这个时候确定是 益生菌的症造成的 那你就可以 服用一些这个益生菌 那方面上 市面上的益生菌太多了 也不知道哪个好 那后续会怎么会 特别放出来 右边这个呢 是因为这个右边是 我们vegetarian的可以吃的 它上面会有这个vegetarian的标 好在右边那个 所以说吃素的话 你可以吃右边这个 好 那 左边这个呢 房间呢 也有效 我变成吃它有效 那介绍给大家 但是吃素的话 因为外面的胶囊 有些人这个 怕的问题的话 就用右边那个 那个是素食的 可以吃的 好 那更简单的话 就是 焊急啊 吃番薯 中药在这个番薯的评价是 胃肝性品有健脾味 补虚损通便的作用 那刚刚好呢 这个 我们现在正值秋冬季节 所以很少 很多人会发现 这个因为太干 造成这个大便不畅 那这个就有个故事啦 相传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呢 乾隆有一个阵子 因为很烦恼 有很严重的便秘 御医们就是 没办法束手无策 因为有些用药物可能会伤龙体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次呢 他在御花园散步的时候 就闻到 有番薯的香味 所以他就 赶快这个 狮子大洞 让这个 御膳 赶快准备 给他吃 就没有要吃过 吃了 吃了几个月以后呢 他这顽固性的便秘 就不要而喻了 所以说 如果说你有这个 大便 肝不畅的话 你不妨 买天早餐 就蒸一两个番薯 用那个扇食纤维 让他这个 大便比较通畅 这边就特别有讲说 因为冷蜜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去 吃这个 刚刚后学说的 木瓜 鳳梨 这个 对于这个虚寒便秘的人 反反效果 那补充 说补充水分呢 高纤维食物呢 还有要好的油脂 比如说坚果类 芝麻 杏仁 如果说你不严重的话呢 后学推荐你就是 芝麻 芝麻粉 芝麻 黑芝麻 芝麻 杏仁 杏仁粉 那个浇蜂蜜 吃的话 它就会帮助软店 这个其实是 又简单又便宜又好用的 一个方式 芝麻 黑芝麻 杏仁 蜂蜜 这个 扮子用很好用 尤其年纪大的话 吃一吃 会不错 好 再来 因为后学特别要讲到 有些 因为有些老人 年纪大呢 或年纪大的人 他们或是不吃油的 年纪大的人不吃油分 摄取不足 也会便利 所以呢 后学特别 来讲一下 因为 刚好那个之前呢 有很多这个千千打电话来问后学 他来说 诶那 我吃这个油 有什么问题 哪个油最好 说实在的啦 反正他油都说 啊这个油 这个油 有些人说椰子油好 其实 现在就特别来讲一下 好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 妇女同胞们 比较多 要帮 要帮助你的小孩啦 帮助自己的家人啦 那你们炒菜是不可少的嘛 那怎么样吃才比较好呢 我们先分开来 分开来是说这个油呢 主要来讲呢 做分为 里面的含量有分三种 一个是Omega 3 大家有听到Omega 3 它是这个 有助于活化脑细胞的 改善神经衰退 所以我们人不可能不吃油 不吃油的话 行动神经会衰退 那Omega 6就很多了 我们平常吃的所有植物 都有大量的Omega 但是呢 Omega 6太多的话呢 它会造成身体炎症 另外有一个Omega 9 它就可以帮助这个我们 身体呢 抵抗消炎的这个作用 所以一般认为呢 Omega 3呢 跟Omega 6 都是好的 但是Omega 6 跟Omega 3最好是1比1 1比1是最好 但是我们普遍植物油 我们平常房间吃的所有的油 都是Omega 6 比较多 那会造什么呢 容易有炎症 那怎么样选呢 或许 还有啊 你们去看一个这个 slide 有些人说 什么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怎么分 怎么知道 我们都知道呢 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 不饱和脂肪酸呢 它不会造成你心血管的问题 饱和脂肪酸呢 就会造成是 饱了嘛 你饱了就 就合起来了嘛 你就这样想 那饱和脂肪酸 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绝大部分都是这个 炸的东西啦 比如说这个牛油啦 中鱼油啦 椰子油啦 这些 或是动物油 这些呢 都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简单来讲 这些东西 这个像天气这么冷 你把这个油呢 放在这个室外 如果说它 隔天早上起来 结块了 恭喜你 这是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呢 就是液态的 就算天气冷呢 它还是水溶性的 可以这个摇晃的 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当然推荐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因为饱和脂肪酸吃多了 会造成心血管疾病嘛 之前后学有在这个 学义常规检查都有讲 所以这个炸的东西啦 或是好吃的 这个 这个 以前炸的那些东西呢 都是用饱和脂肪酸造成 因为又便宜 又是人工加工品 那这边 不饱和脂肪酸呢 就有分呢 或许刚刚才讲的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那像反式脂肪酸啊 就是什么这个鲜奶油啦 脂肪呢 这个也是不好的 我们要吃右边的不饱和脂肪酸 里面就有369 主要来讲是这个 那里面含量的油呢 都写在这边 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 你们可以截图 或是之后回放 那下一个图表会更明显 来 这个就非常的 知道了 你可以看这个图表 那红色呢 就是这个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 就是说会凝固的 所以大家坊间 跟我们 常常跟后续说 我们吃以为椰子油好不好 听说椰子油不错耶 之前 或许也不敢说不好 或者摇一摇头说 还是不要啦 你看 椰子油啊 不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占这么高 红红的 这么长 这个不好啦 其实有时候 所以说 椰子油好 其实其实没有很好 黄油还比它好一点呢 中 中旅油也是 大家去看一下 那你要怎么样好呢 什么是好的 或者刚刚讲呢 好的话呢 你就 就要Omega 3 要多一点 或是最好是Omega 9最多 Omega 9的话 因为可以抗消炎嘛 那总之来讲呢 Omega 9最多这个蓝色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橘色呢 最多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 橄榄油 这些 那可是 刚刚特别有讲了 Omega 3也是很好的啊 他帮助我们这个神经修复的 他最多是什么 亚麻子油 这个图你们也可以解图了 解图以后呢 你们就可以去了解说 什么油真的比较好 好 那下面特别就帮你整理了 你可以看一下 紫苏 紫油呢 Omega 3 最多 66% 亚麻子油呢 57% 对不对 那 后学刚刚讲过一次啦 Omega 3是干嘛的呢 他是有助于活化脑细胞的 改善神经率 我们要3多 9多 6 不要太多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紫苏 紫油啦 亚麻子油啦 相对来讲呢 就是比较好的油了 那他会帮助我们神经修复 再来呢 第三个 橄榄油呢 橄榄油 Omega 9 是比较多的 那相对来讲 他会比较怎么样 他会比较 降炎症 那菜籽油也是 茶油 苦茶油也是 那下面的就不要看了啦 下面这个油就 不好了啦 开始就不好了 所以要的话就前面 前面5种 就好了 前面5种 前面6种就可以了 其他呢 其他油 就不建议吃了 好 这里就归类 所以说如果呢 我们最好是 都有 我们不可能只有Omega 3 没有Omega 6 或是只有单一 都不行 所以我特别就选出来 最好的 Omega 3里面呢 最好的油 是有亚麻子油 紫苏子油 胡麻油 那其实我们平常吃的 很多动物 我们植物油啦 我们去外面吃的 都是Omega 6 最多的 所以我们不用特别 去买Omega 6 多的人的油啦 大豆沙拉油啦 葡萄籽油啦 葵花油啦 玉米油啦 芝麻油啊 这些都Omega 6多 但是Omega 9 就特别少了 Omega 9 少的油呢 就是苦茶油 橄榄油 他们Omega 9 比较少 所以很建议 这个大家呢 有可以服用这个 亚麻人油 跟苦茶油 那 Codeu真的是 最好用的啦 比如说这个有些人 皮肤很干燥 他们这个擦lotion 都吸不进去 我们在台湾呢 那个 我爸的诊所呢 跟我们都会说 那你可以买点苦茶油 直接呢 苦茶油就抹皮肤 一下就吸收了 皮肤就保暖了 就滋润了 所以苦茶油真的是 非常好的油 那 亚麻人油 是大家都公认的啦 很多人都是 亚麻人油好啊 对 亚麻人油的确不错 但是呢 这些油呢 都是 都是 不能炸的油 所以呢 温度都不能太高 它的燃点特别低 所以你要吃的话呢 就可以是怎么样 早上呢 空腹呢 就喝了10cc的 亚麻人油 再喝10cc的苦茶油 你可以直接喝 也可以拌生菜沙拉 它这样呢 第一个 润肠通便 然后呢 又能激化脑血管 又能降炎症 那 你如果害怕油味 你可以直接 升半沙拉油 或是 凋米霜 或面线都可以 相对来讲 就比较好 好 接下来呢 因为 刚刚这个亚麻人油啦 这个 还有这个苦茶油 我最推的嘛 但是这个两个油都 燃点都不能太高啊 你一烟点一下就起来了 对我们这个身体呢 的确是不好的 那如果你真的说 那我要 炸的 今天难得要吃炸的 或煎的很高热量的 高热的话 那用什么 就用 这个 Avocato oil Avocato oil 这个 Costco都买得到 那 我特别这个 把这个 它的 Nutrition Fact 你标给大家看 它这个 Poly and Saturn 这个Fat 是不饱和脂肪酸 它饿嘛 那这个 单链也是不饱和脂肪酸 是10克 它没有什么 太这个 饱和脂肪酸 所以如果说真的 要吃炸的 高热量的话呢 真的还是推荐 这个Avocato 会有 现在都是大罐 包装的 没有这种小罐的 好 讲到这边 油讲完了 这个 最主要的重点 刚刚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是这个 油的问题 所以 回归一下 就是亚麻籽油 这个最好 苦茶油最好 要炸的话 就Avocato oil 像后学现在家里面 也就只有这 这两三种油而已 不用太多 什么Ko Konora oil 那些都是 因为 你想想看 油不可能 这么多大桶的 这大桶一定是化学 化学压炸的嘛 最好是我们要 natural一点 健康一点 就是co-experience 就是冷压的 冷压的 那刚刚说 这个 这个子油呢 就是用 就是用这个 物理性就可以出来了 相对来讲呢 不需要高温 那是不是对身体 比较好 那这样子呢 相对来讲 依照刚刚 我们这个 我们刚刚的理论 Omega 3 跟Omega 9 那相对来讲 我们胆固醇 就会减少很多 胆固醇会高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吃了很多奶油 吃了很多很香很油的 不饱和脂肪酸 炸的这个薯条 这些东西 就会造成胆固醇过高了 那如果这个吃蛋呢 会不会造成胆固醇过高 现在医学来讲 他们觉得吃蛋并不会 对哦 除非吃的一天吃个20克 15克20克 要不的话 进胆固醇是不会高的 好 好 改变习惯呢 也可以改变这个便秘哈 那我们要怎么改变 刚刚是吃的嘛 现在就是要怎么样 回归正常的作息 健康的生活习惯 你可以让便秘得到改善 每天睡足7个小时 不会导致自律神经混乱 你有放松就可以了 不要说这个一直在备战状态 而且呢 一定要运动 不一定要激烈 但是健走就可以了 后续有一个病人这个 呃 脏气很严重 我觉得你每天都要走 你一走的话 就好 真的不走就惨 他都是早上好 下午擦 因为他晚上没有时间 也没有这个空间去运动 太黑了 那下半部的腹部运动 跑步啊 健走啊 勇握起手都可以 那肠胃蠕动呢 需要靠腹肌 所以说可以有 后续等下会介绍一个这个 凯格尔式运动 如果说平常呢 你觉得你都没什么运动呢 后续建议每天都做 不常做一下子就可以了 好 再来是怎么样如厕 那后续特别 这个 上厕所呢 有一个方式可以去 改变上厕所的方式 后续特别这个 呃 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都怎么做马桶呢 好 好 嗯 好 好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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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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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視頻一樣 把我們腳墊高一點 就會有幫助 再來再分享一個視頻 就是我後續剛剛講的 要這個叫做凱格爾式運動 那大家先看一下這個視頻 但是要講這個為什麼好用 用力 墊起腳尖維持5秒 這是站立的方式 2 3 4 5 放鬆 重複此動作 膝蓋曲曲 不要超過腳趾 慢慢伸直 呈站姿 臀部及大腿內側肌肉用力 墊起腳尖維持5秒 1 2 3 4 5 放鬆 另外這個是坐姿的 剛剛是站立的 現在是坐姿的方式 在於固定的椅子上 將雙腿與軀幹成90度向上抬起 雙腳踝合併 微開約90度 大腿肌肉出力 持續5秒 1 2 3 4 5 好 再來是在床上面的話要怎麼做 平躺 雙手平放於身體的兩側 這也是最標準的 在家裡的話就可以做 臀部的肌肉 臀部抬起 同时会因部肌肉收缩 脊柱维持一直线数到五 一 二 三 四 五 臀部放下并且放松数到五 一 二 三 四 五 看着你大声往围 好 等一下,我跑回来去这个分享我的PowerPoint 大家刚看到这个运动了没有 这个运动为什么有效呢 因为很多妇女同胞们他们在这个怀孕过后呢 他们底下关节呢,得到松弛 所以呢,上厕所 比如说大号小号呢 都会因为肛门破约肌松弛的原因造成没有办法上厕所,甚至会闪尿的动作 那你就可以要做这个凯格尔式的运动了 那比如说,有些男生呢,会有射护线 北大造成上厕所呢,排不出来 刚刚的第一个动作,站立的时候变脚尖呢,就可以帮助他排尿的问题 这个都是实验过的啦,很有效 那如果说这个刚刚这个便秘的问题是肛门破约肌老人年纪大松弛造成的 或是说你有这个尿失禁或是大便失禁的问题,都可以做这个凯格尔式的运动 好,接下来呢,就讲穴位啦 大便的便秘的穴位呢 这个有几个,后学就特别的去 简单又很好用的 那后学这个最近有个病人,他是这个运动员 他是在国内是,以前是踢足球的 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 只要是要运动员 他肠道就没有那么通畅 那后学真的穴位,就是这几个穴位 所以那个如果房间这边有中医师的话 这个就是点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处方 天书穴,第一个天书穴 天书穴呢,就两只手指拿三指 从肚脐旁边分开三个手指的位置 就是天书穴 这两个天书穴呢,去刺激他呢 他会帮助肠胃道不动 好,再来呢,就是这个孔坠穴 孔坠穴呢,刚刚那个天书穴是大层的墓穴啦 那孔坠穴属背筋 我们这个形容中医就是这样子 如果下面要通的话 壶一定要打开 对不对,因为有压力嘛 你那个壶不打开呢 它没有办法过气往下去走嘛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用一个什么 就是用个孔坠穴 因为孔坠属肺筋 肺与大肠相表里 互为表里 所以说你刺激孔坠穴呢 就是这个蹄虎接盖的效果 效果会比较好 好,再来 先讲右边的穴位 肢勾穴 肢勾穴很简单 大家就在外观穴的旁边 大家把手成这个面向 掌心面向自己 然后呢 四根手指头呢 从这个掌层纹往下 掌下了这个点呢 便是肢勾穴 那肢勾穴呢 就是比较靠近 这个是饶骨嘛 大股指是饶骨 我们这个小围指是持骨 靠近持骨的地方 不要超过骨头 那个穴会肢勾穴 这个穴道呢 你按着 比较便秘的按着 然后呢 按着的时候呢 一定要左 像后学看这个视频 看视频 后学这样往左转 下半身不要动 只转上半身 往右转 转到底 过个五秒 再转到左边 过个五秒 然后呢 换手 这样去按摩它 甚至你这个肠胃道 一定要这样转 转个十几次 没有关系 它是估计 卫生组织对于中医 肯定说这个穴位呢 是 专制便秘的 有效穴道 它也可以治疗 耳鸣耳聋 肩背痛 心脚痛 热肩神经痛 骨脂分泌不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三胶精的 在三胶精 它是三胶精的火穴 主要来讲 是三胶 清所有的火的 什么叫三胶 头面部的火 胃的火 下胶的火 它都可以 有这个 调降通腐降腻的作用 所以说 你这个 才管那么多 有上火的 有上火的 三胶气急不通呢 就是用直勾穴 这个效果是 最有效的一个穴位 再来呢 为什么要讲 太充穴 太充穴 就是要讲 就是说 有些病人呢 刚刚后学讲 是这个太紧张了 只要一换的位置呢 或是说这个 压力一来 它就没有要上厕所 就是时候就可以用 太充穴 帮助他那个 酥干穴器 不要那么紧张 好 那中药来讲呢 最有效呢 就是这个 火麻人 火麻人是中药 是润下的 所以说这个非常好用 但是呢 火麻人在美国 应该是买不到的 除非是 中药的话 应该是买得到 因为火麻人 说简单来讲 它是这个 我们 它是一个 这个简单来讲 是我们 illegal的 违法的 一个东西的 种子 种子不违法 但是它那个药 是违法的 那那个一定要炒熟 简单来讲 如果说这个药呢 这个火麻人 没有炒熟的话 哇 这个可能 会被 会被 会被抓 简单来讲 它是大麻的种子 大麻的果实 那 这大麻的果实 一定要炒过 所以有些 以前呢 我们在这个台湾 有些人 这个 如果说你家里 有这个火麻人 这个药 你没有炒熟 被抓到的话 哇 你就是属于 失常毒品 所以这是不行的 那 火麻人呢 它这个呢 是 有润相的功能 那它像 芝麻虎一样 那如果说 你有便秘的话 像这个 护女同胞 这个便秘 加上这个 因为 月经过多的话 它可以被当归播 那如果是 认诚的 认诚型的便秘 有些人 这个怀孕三四个月 吃西药 会不会影响到胎儿 那 为什么会便秘 这时候呢 就可以用火麻人 火麻人配 瓜老人 杏仁 然后那个 阴虚的 也可以用火麻人 配玉主 这个药 这个火麻人 什么都可以配 但是应该买不太到 如果特别要买的话 找中医师或药房去买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陈胖是五人丸 里面就有松子人 脖子人 玉仁 陶人 杏人 橘皮可以不用理他 主要是前面的五个人 怎么样呢 就是人 这些果人呢 都会有油脂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肠道 排便比较方便 好 那今天 或许就讲到这边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把主持棒交给 那位弹主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谢谢大家